最后一个问题 给小孩子叫魂 是每个小孩子受惊吓之后 都可以叫魂吗 还是有些情况 不适宜叫魂 基本上 只要晚上不去叫 白天都可以叫 叫魂实际上很简单 你经常叫这个人名字 他的灵动性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人名字特别好 你天天叫他 灵动性出来 这个人就越叫越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 所以很多人说 不停地叫这个人名字 你叫魂啊 人家家里不经常这么讲吗 实际上叫得出灵动性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早上八点钟 如果觉得孩子魂魄不齐 思想不集中 你可以给他叫 请大吃大悲 观世音福下慈悲保佑 儿子某某某 能够魂魄归身 叫三十遍 你孩子 基本上这一天的魂魄 就不会离开了 感恩台长开示 感恩台长开示